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三种抗氧化最强的食物 为了健康,大家平时可以适量食用 究竟什么是抗氧化呢? 抗氧化真正对抗的是自由基 自由基是皮肤老化,产生色斑,变暗沉的罪魁祸首 每个人身体内都有自由基 但一定含量的自由基对人体无害 但人体中的自由基过多时,就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伤害 自由基会使皮肤弹性纤维受到破坏 皮肤干燥松弛,色斑增多,衰老加速 此外,自由基以胃炎,消化性会痒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糖尿病,支气管哮喘 肺气肿等疾病都有着密切关系 为了保持年轻和健康 我们平时要多食用高抗氧化的食物 那究竟有哪些食物有抗氧化作用呢?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1.绿茶 绿茶是非常好的养生佳品 绿茶中富含茶多酚 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性 可以消除体内的自由基 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保持皮肤的活性和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 因此能帮助大家远缓衰老 茶多酚具有抗氧化、防肤色、抗衰老、降血脂、降血糖、义菌、义酶等多种生理活性 茶多酚是一种优良的天然抗氧化剂 大量的研究证明 茶多酚具有的抗肿油、抗衰老和调血脂等多种功效 这些都与茶多酚的抗氧化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绿茶中还含有很多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常饮用可以对身体中所需的微量元素进行有效的补充 和一些绿茶还可以提高消化能力 因为它所含的咖啡碱成分 能够让胃液的分泌量变得比较多 让消化功能变得更好 分解脂肪的能力自然就能提高 因此对减肥也有一定的帮助 2.黑巧克力 很多人认为巧克力是不健康的零食 其实黑巧克力不仅好吃 而且对健康有很多益处 是非常健康的食物 很少人知道黑巧克力抗氧化作用强 胜称超级食物 黑巧克力有助抗衰老、抗氧化 对健康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尤其是可可纯度较高的黑巧克力 抗氧化能力更高 黑巧克力中的可可 含有类黄酮素 是一种强力抗氧化物 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E的50倍 维生素C的20倍 可见抗氧化性超强 因黑巧克力有极高的抗氧化性 因此有优异的医疗价值 能预防心血管疾病 提升心智功能 减缓皮肤劳化 调控脂肪代谢等多种功效 黑巧克力独特甜中带微苦的口感 有助抗氧化 降低胃胆固醇 促进血液流通 是一种比较不错的零食 那要如何选购巧克力呢 建议大家选择食用黑巧克力 而不是牛奶巧克力 或者白巧克力 可可含量是衡量黑巧克力 营养成分的标准 可可含量越高 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但是可可含量越高的黑巧克力 口味就越苦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它的味道 还有要注意 优质黑巧克力子地相对较硬 掰开的时候会发出清脆声 断面比较平滑 3.富含虾青素的食物 很少人知道 虾青素的抗氧化活性 远远高过其他抗氧化剂 虾青素抗氧化力比玉米黄素 叶黄素 角黄素 β胡萝卜素 高出10倍 还有比番茄红素高出800倍 比茶多酚多出320倍 比维生素E高出1000倍 还有其抗氧化能力 甚至是维生素C的6000倍 哪些食物 虾青素含量最高呢 鲤鱼 雪鱼 三文鱼 金枪鱼 砂丁鱼 鲑鱼 海带 紫菜 虾类食物和螃蟹等 每天使用适量富含虾青素的食物 能有效维全身每一个细胞提供抗氧化保护 免受衰老和疾病的威胁 能够维护视力 心脏和大脑的健康 让你看起来荣光焕发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